還要來看看這位台版非常律師 陳俊翰的生命故事 他一出生就罹患了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曾經被醫生宣判說只有三四年的生命 如今他不但克服病魔 在上個月還獲得了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的學位 在畢業之後 他放棄了美國高薪律師的職業 執意回到台灣 希望能透過自身的專業 為更多喊病的病友發生 四肢癱瘓肌肉萎縮坐在輪椅上 嘴巴含著吸管比觸碰電路板 雖然比一般人吃力 但罹患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的陳俊翰 上個月剛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學位 也是台灣首位獲得的肌肉萎縮症患者 靠自己的一些法律的專長 去推動一些比較廣大的政策的法規 當年被醫生宣判只能再活三四年 如今不僅克服病魔 更在法學專業上拿到博士 雖然一在美國取得律師執照 不僅有藥物保險給付 薪水也比台灣高 但他質疑回到台灣 希望能為更多喊病患者 盡一份心力 真心希望的是讓社會大眾看到 喊病的病患 家庭他們遭遇的困難 在美國提供障礙者這些支持 或是協助的服務也好 他不認為 這是給障礙的學生 一個平等的競爭機會的 最起碼的一個底線 在美國念書期間深深感受到台灣對 喊病照顧的不足 陳軍翰期盼透過自身專業改變法規 及制度未病有發聲 藉由徐志謙新竹報道